收看复陪梅时间 向您示范 因为中国菜不断地在改进 那么经过很多的这种新的一些构想 一些构图 中国菜的整个的一个大的形态都是在演变 大家也许就不是有很多的机会 去看到每一道这种新花样的菜 所以就在节目里头增加了这个单元 让大家在家里头就能够欣赏到 而且也能够知道中国菜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方向 从传统的菜慢慢地改变了一些所谓的新时代的一些中国菜 那么等一下今天我请到的第一位 就是在今年的美食观光局的美食节里头 得了金鼎奖的第一名的创意菜的一位郑修宝郑师傅 来给您示范他的拿手名菜 郑师傅你好 傅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这位就是郑修宝郑师傅 那么她的今年的这个举办的美食节里头呢 则的是金鼎奖 她的今天要示范的这道菜呢 郑师傅你自己来讲你的这道菜 菜名是 我这道菜名叫四海龙王会 四海龙王会 是 这道菜呢 非常的别致 而且呢 相当的名贵 那么同时呢 她这个四样东西 用了四种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烧法 所以呢 等一下 观众所看到的呢 不但是一盘菜 而你可学到四种这种不同的这个汁的做法 不同的安排 很多很多这个一些这个花样 好 那么郑师傅呢 麻烦你就请你开始 示范你这道得奖的这道名菜 四海龙王会 好 各位观众 这道菜是由四种海鲜 就是 好 你这个四种海鲜 已经在锅子里头蒸好了 来 我帮你的忙 好 谢谢 你一样一样拿出来 但是我想也不一定非要用这四样了 其他的海鲜类也可以用 应该可以 很多都可以代替 是 好 等一下呢 就请你一样一样的来解释一下 好 你先从哪一样来做呢 这个 这就是今天的这个四样 这个是日月贝 日月贝 它的学名叫扇贝 扇子贝 它有一个贝壳 是它的槽 就是跟一个扇子一样 所以我们讲这个叫扇贝 对 我们台湾也有这个扇贝 这个扇贝 另外一个名字叫日月贝 好 那么除了那个以外 这个是龙虾 龙虾剥了肉出来了 已经蒸好剥了肉了 是 这个是排斥 排斥 这个是乌参 海参 小海参 好 这个是塑士 是胶汁 等一下龙虾的塑士 你先从哪一样开始 那我们现在从排斥开始 好 这个叫做四海龙王会 四海当然是 我想是指的是大海了 另外一个意思 它用了四样材料 所以这个四海是双重意义 那么现在这里呢是 曾师傅有这个是排斥 这个是排斥 排斥要先给它放上去 差不多用几两啊 六两 六两 对 先把汁逼一下 是 这个排斥用六两 我们可以在市场里头买先程的回来 然后呢就给它这个喂过 对 喂好了以后呢 现在呢它就把它放在这个炒熟了的豆苗的上面盖起来了 也就是豆苗是垫底的 垫底用的 好 好 那么尽量的把这个鱼翅盖在这个豆苗上 而让这个豆苗呢不要看到 看起来呢全都是这个排斥 曾师傅你这个排斥已经有了口味了吗 还没有 还没有 这个鸡汁要等一下烧的时候最后再淋上去 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日月备已经蒸熟了 再给它冲一下油 好 好 今天用那个 冲一下油 拨开 好 好 这个蒸的这个日月备蒸的时候呢放了 葱丝姜丝和盐味跟酒去调味 蒸几分钟就好了呢 三分半钟 三分半钟就好了 好了 现在锅子里呢烧的是麻油 麻油 这个蒸好的这个日月备 要用麻油来给它淋上去 让它有香气 让它有亮光 好了 锅子里头就差不多有两汤匙的这个麻油 给它烧得很烫 然后拿来淋 如果没有日月备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 有一种新鲜的干贝 白色我们先用带子 带子也可以来代替 还有什么可以用 九孔也可以 还有那个淡菜 新鲜的淡菜 新鲜的淡菜 现在很多 淡菜 现在我们油很热了 我们就可以把火关掉 好 好 现在就把这个热的这个麻油呢 就淋在每一个这个蒸好了的日月备上面 增加它的亮度 是 它的目的就是它的香气跟它的这个光亮 好 那么现在这个淋好了之后呢 这个就要排在刚才的这个鱼翅的旁边 我们现在把这个红的向上面 好看 这个日月备呢 它这个是一个圆的 然后呢 它的旁边呢 有一块像个月亮 像个三日月的月亮 是红颜色 那么中间的那个备呢 是个白的 所以那个叫做日月备 日月备 好 下面呢 我们要做的是 烧乌参 烧乌参 乌参 好 这个乌参呢 也就是海参 通常呢 这个黑颜色的海参 那么刺少的叫做乌参 这很好打 来 好 那么海参呢 买回来就要紧了呢 现在要给它出水 给它去腥味 海参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 要把它沙肠要拿掉 是 沙肠拿掉 里头打理干净 里面要弄干净 好 现在呢 用少许的油 把这个油烧热了 那么然后呢 把海参拿来 给它这个爆一下 喂一下 就是烧一下的意思 好 烧的时候呢 要加一点姜水 姜水去腥味 还有呢 是姜油 蚝油 烧心油 一点酒 这里是酱油 深色的酱油 好 再带点深色的 酱色 对 好了 这样子把它烧一下 喂一喂 用小火呢 慢慢来喂 加一点鸡汤 因为这个海参类呢 如果烧得不透 不好吃 所以呢就要 给它这个 用小火呢 烧起味精 好 这里放的是糖 放的是糖 胡椒粉 好 放一点胡椒 好了 这样子用小火呢 慢慢地喂在这里 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烧鸡汁了 好 不用 那这边呢 就要用这个 另外一个锅子呢 把这个鸡汤呢 烧一下 因为这个 用这个鸡汤来做这个汁 做这个芡汁 好 谢谢 现在这个蒸师傅做的 这个喂这个海参 它是属于姜泽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 放了姜色 颜色呢 烧得比较浓一点 口味呢 也比较甜一点 好 那现在呢 就开始来切这个龙虾了 烧鸡汁 鸡汁也可以这样 好 让它烧滚 这个鸡汤里面 加了一点蚝油 加了一点这个 少许的糖 这个就不要加 不要加盐巴了 不要加盐巴了 因为加了一点蚝油 在里面已经够咸了 加一点胡椒粉 好了 这个汁呢 等一下勾了茄 就是最后要淋在上头的 那么现在等它滚 好 我想这个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来先 把这个龙虾切好 滚了 滚了就会 好 好 这个已经 淋得见 这道菜呢 非常的麻烦 因为它这个四样东西 都要给它这个每一种 都要处理好 而且呢 要用不同的口味 好 现在呢 烧好了就可以勾芡了 这个火不要 不要这么大 都关掉了没关系 好 关掉 好了 我想这个时间也不够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龙虾切好 切好了排在盘子里头 把汁淋上去就差不多了 好 这个差不多了 我想你勾个芡就可以了 本来呢 要烧的如味 平常呢 这个要烧差不多五分钟 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时间不够了 那么就这样子好了 给它勾了芡就可以了 这样浓一点 这样到时候不好 对 这个芡呢 稍微浓一点 因为要放在盘子里 不要让它滑开 所以呢 浓一点的汁 给它勾了芡 好 现在都给它打出来 好 那现在把龙虾切好 然后呢 就排在这个 刚才的日月贝的旁边 那么这个一排一排的 让它看起来呢 很有这个美感 那么再用一点绿的 今天用的是芦笋 把这个芦笋呢 给它烫过了以后呢 给它跟这个龙虾呢 给它间隔地摆起来 这样子呢 有白的有绿的 等一下看起来呢 就非常的漂亮了 这个龙虾切呢 差不多是一公分的宽度 一公分的宽度 好 一公分的宽度 切好了之后呢 就给它这个摆起来 这道菜相当的麻烦 在这个餐馆里头呢 这道菜的这个价钱呢 也相当的高 但是呢你也可以不一定要四样都做 做其中的一种或者是两种 拼在一个盘子里头出来呢 也是很好看的 那今天呢看到这一道菜 实际上呢就等于大家学到了四种菜的 不同的做法了 那么为了让它美观 所以要整整齐齐的 一样一样的排列在这个盘子里头 这个海参呢 它是一样的长度 所以呢就给它横着 排成一排 旁边擦一下 好 我想没有关系了 把这个汁淋上去 好不好 好 把做好的这个汁呢 最后淋在上头 那么这道菜呢就算完成了 因为海参要放在一月贝的两旁 让它这个成为两排两排的 颜色很对称才好 那么这个龙虾上面要淋的呢 是这个红椒汁 这个是用红的甜椒来做的这个汁 那么这个汁呢 因为颜色很漂亮 所以放在这个白的龙虾上面呢 就格外的能够这个增加它的美观 所以这个红椒汁呢 是最后放在上面 好了 我想这个曾师傅可以了 把这个汁淋 做一半的拌面就可以 小的这个 好 你淋上去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完成的这个拌面 另外的拌面呢 完全是一样的 好 谢谢 好 来 这样子这个汁呢 在这上面 芦笋是放在这个海参的旁边 一黑一绿的 这样子给它摆起来呢 很好看的 今天呢 因为比较复杂这道菜 所以呢 这个摆的这个时间呢 不够了 不过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是非常讲究 而且非常好看的一道菜 那么谢谢郑师傅你来表演 谢谢郑老师 以后有机会还希望你能够再来给我们示范 非常谢谢你 跟观众说再见 好 谢谢 好 再见 好 各位观众 我这个节目呢 是用 刚才的曾修宝师傅 他所用的四种材料里头的一种 以后呢 每一次我的节目呢 就是改成这种形态 那么师傅来做的 这个明厨明菜里面的一个材料 我拿来做一道比较家常一点的口味 那么一些这个不同的烧法 让你能够做个参考 今天呢 要给您做的就是 用龙虾来烧的这个粉丝宝 粉丝宝通常呢 最多的都是用螃蟹来烧 那么这个是广东餐馆里头 很有名的一道菜 那么现在呢 这个龙虾进口的很多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来的 有的呢 价钱很便宜 有的时候不太大的 一个400或者500块钱 就可以买得到 那么你家里请客 或者是打牙剂的时候呢 就不妨买一只来 那么这个龙虾呢 买回来的时候 如果是活的 当然是活的比较味道好 比较咸 那么要让它这个 给它这个先弄死 那么那个时候呢 你就用一个筷子 从它的这个脖子 或者是从它的这个尾巴 这个地方呢 插进去 插进去以后 这个龙虾呢 就会死掉 而且呢 它这个龙虾的这个尿 就出来了 那么等烧好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这个烧味道 那么这个 死了以后呢 你再来开始切 这样子呢 就比较容易处理 那么头跟身子呢 给它先剁开来 然后呢 把这个中间这个直坡 直坡为两半 直坡两半之后呢 你这个里面那个沙子 也就是肠子的筋 给它拿掉 那么有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 它是很干净的 好了 就把它切成块 这个块呢 不要切得太大 尾巴这样子算一段 通常呢 就是一寸 一寸的长度 那么这个呢 要给它这个 蘸的粉呢 来 煎一下 好 那么头也是 要给它破开来 然后呢 来这个 切开 烧粉丝宝的时候的 这个 不管是龙虾 或者是螃蟹 都是带壳的 带壳的 这样子才比较有味道 有这个鲜味 从这个壳里头 出来的这个鲜味道 好了 这样子 我们就开始呢 用这个油 来把这个 龙虾块 给它煎一下 所有的这个带头的 部分 和这个 有这个角的 都给它沾了粉 尤其是这个切口 切的这个肉的 这个地方呢 要给它沾了粉 来煎一下 那么煎好了以后呢 再把这个 和这个葱姜 一起来烧 好了 现在呢 都放下去了 这个煎的时候呢 不一定要熟 不一定要熟 用铲子 给它翻一翻 好 这样子 里边没有熟 没有关系 好了 就全部把它捞起来 煎的时候的油啊 不要太多 因为煎过的这个油本身呢 很香啊 也就是说很有鲜味 所以呢 这个 最好呢 就煎过的油 还 留在锅里头 就用这个 剩下的这个油 拿来 直接的这个 来爆一下 是比较好吃的 今天呢 我因为赶时间 所以呢 用的油比较多 那么这里呢 是姜片 姜片 还有呢 就是葱段 这个姜片葱段 在剩下的油里面呢 爆一下 但是呢 这个油呢 也不能太多了 太多了会很油腻啊 很油腻 有个两汤匙到三汤匙 就够了 好 这样子爆炒一下 然后呢 要淋酒 这里呢 是酒 这个 给它淋两汤匙的酒 这是酱油 酱油差不多要三汤匙 好 这里呢 是高汤 高汤没有的话 你用水也可以 差不多是两碗多一点 那么就把这个龙虾呢 就放下来 一起来烧了 这个烧一滚 烧一滚 肉开始熟了呢 就可以换成这个砂锅了 这个包呢 就是砂锅 好 这里是盐 这里呢 是少许的糖 这里是胡椒粉 就放这三样东西 那也有人喜欢用这个 大蒜片 来代替这个姜 这个随便 也有人喜欢放一点豆豉 做这个丝汁的 也很好吃 好 现在呢 这边呢 锅子里头呢 要放的是这个 粉丝 这个粉丝呢 今天用的是两把 那么太长了呢 你就把它稍微给它 切短一下 切短一下 等一下那个比较容易加 这个要用冷水泡 泡五分钟 就可以放在这个 砂锅底下来垫底 那么来垫底 然后呢 这个龙虾呢 烧得差不多了 你就可以倒过来 跟这个粉丝呢 一起来烧了 因为这个用的是冷水 因为是冷水来这个 泡的这个粉丝 所以呢 这个粉丝呢 还蛮干的 就是要让它干 不要泡过头 泡过头了呢 它就不吸收 这个 这个 锅里的 刚才放下来 这个汤了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 比较多 也就是说 这个 很多的汤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粉丝 泡得不够透 在烧的过程里头呢 这个粉丝呢 就吸收了 你这里面的汤 好 现在这样子烧一下 等一下这个粉丝就吸收了这个锅里的汤 那么就稍微会干一点 如果是喜欢吃很干的 那么开始的时候的汤呢 也不要太多 那有的时候这个汤拿来泡饭 给小孩子们来泡饭 会更好吃 所以很有鲜味 所以这个汤的多少 就按照你自己的这个需要 来斟做就好了 那么最后要起锅的时候呢 撒上一点这个香菜 也许本省观众会喜欢吃一点这个九层塔 放一点九层塔在上面 也是很香 很好吃的 到底最后要撒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你自己来衡量就好了 这个是用龙虾来做 那么龙虾太贵 或者是你买不到 那么你可以用这个青蟹 或者是花蟹 那么甚至于现在开始上市的旗啊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两甲红的 这种海蟹 都可以拿来做 主要呢 就是这个海鲜的味道 被粉丝吸收了以后 这个粉丝变得非常的好吃 那有的人喜欢吃干一点 干一点呢 你汤一开始就不要放得太多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时间不够了 所以呢 我这个烧的还没有到五分钟 汤呢 也快要被这个粉丝吸收干了 粉丝就变得亮亮的 很漂亮 这里呢 是香菜 好 那么我就拿到桌子上来 那么跟刚才的这个 郑师傅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名菜 这个四海龙王会 今天呢 是介绍了两道 用龙虾做的菜 尤其是郑师傅做的这道名菜 非常的豪华 而且呢 相当的名贵 这是不但是好看 也是口味非常好吃的一道菜 那么刚刚已经排得很漂亮 完成了 希望大家能够欣赏我们这个改了形态的这个节目 好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下个礼拜呢 郑师傅还要再给我们示范一道 属于江泽口味的一道名菜 是什么呢 你到时候收看就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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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